今天中午在记者招待会中 愉快地告诉了记者们他这次的访华观感 他说 昨天他访问了金门 这个美丽象征自由的地方 人民过着愉快的生活 军事的攻势是那样的坚固 真是如像奇迹般地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表示 中华民国和卢森堡都是爱好自由的国家 奋斗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是相同的 在记者会中他推崇蒋总统人格的伟大 是世纪的伟人 记者会后 外交部把他们参观访问的相册 一一赠送给他们作为纪念 中午12点钟 他们搭机离开了台北